大线将熊黄粉撒在蛇身上 再用钳子把蛇夹出去 仪贵人受到惊吓 如意联盟上前安慰 暖阁之中为何会出现毒蛇 众人都不得其解 这时仪贵人感到一阵腹痛 如意联盟命人去请太医 皇上带领众嫔妃来看望仪贵人 听太医称 仪贵人无恙 这才放心 皇上让仪贵人移居长春宫 也方便皇后照料 这时家贵人称 二阿哥正病着 恐怕无法分心 提议让如意照顾仪贵人 如意回宫后 命阿若把冬暖阁收拾出来 让仪贵人居住 阿若表面同意 内心却另有打算 海贵人担心 严禧宫还会出现其他蛇虫除蚁 为如意准备了爱叶 薄荷叶等蛆虫之物 准备做一些香包 挂在严禧宫中 如意看出了海兰 也认为此时蹊跷 却一时间看不出是何人所为 更何况 仪贵人受到惊吓 今后必定日夜折腾 反而影响了二二个养病 可皇后坚持 皇嗣要紧 若是仪贵人诞下皇子 自己一定要亲自抚养 贵妃贵问双喜 怀疑仪贵人宫中的蛇 是从她那里跑出来的 双喜却说 自己养的都是无毒的蛇 而且自己的蛇一条都没有少 贵妃这才放心 向双喜将蛇扔掉 以免落人口舌 如意命人拿来 突然紧紧阳宫的油彩 海兰闻到其中 混着蛇梅液的味道 如意断定一定是谁 从中做了手脚 才会引来毒蛇 准备将这件事告诉皇上 这时 宫女拿来皇后赏赐的做胎药 可海兰却将药倒掉 海兰称 自己不想争夺圣宠 有了如意便有了依靠 欲向皇上禀报 油彩被人做了手脚 可此时经手的人太多 很难查明 贵妃到皇后宫中 看望二二哥 还送来了东虫下草 家贵人提示贵妃 若是仪贵人的皇子 出了什么事 倒霉的是如意 而且阿弱的阿玛 在贵妃阿玛的手下做事 可以收尾己用 如意对仪贵人有家 十分小心谨慎 连仪贵人所食的安胎药 药渣都要找太医仔细检查 皇后跪在中寺门下祈福 希望自己折寿二十年 换得二二哥平安 这一切都被皇上看在眼里 皇上听说二二哥换了孝证 陪着皇后去看永莲 并告诉太监 通知如意今晚不去他那 如意理解皇上爱死心切 此时 仪贵人突然称自己头疼 如意找了太医 太医称仪贵人只是 头回有约 上火厉害 如意称 仪贵人可能是因为在房中 日夜点着炭盆干燥 才会上火 不如灭几个 仪贵人却称 自己有孕以来 总感觉寒静静的 还吩咐再加两个 皇后陪着二二哥读书 二二哥身体没有痊愈 咳嗽不止 妇查夫人把苏联叫来 苏联告诉老夫人 皇上十分关照大二哥 老夫人称 皇上喜爱大二哥是因为贤妃 若是没了贤妃 大二哥也就失了宠爱 苏联表示 自己定会为皇后分忧 严禧宫中 如意正在与大二哥读书 宫女突然跑进来告诉如意 仪贵人见了大红 如意连忙赶去 严禧宫出事的消息 传到家贵人耳中 家贵人起身想去瞧瞧 走了几步 却瘫倒在地 他一说 现在只能用药物 催下仪贵人腹中的死胎 否则仪贵人也会有危险 治愈龙胎为何有损 只能等催下龙胎后 再进行诊断 皇上来到延禧宫中 看到自己又没了一个孩子 十分悲痛 为什么真登记以后 一个孩子也活不了